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佳如 遭到甲警官指控涉及毒品案件,华裔妇女感到害怕 结果在半个月被骗走超过26万令吉的存款 15警区主任,主机菲李助理总监表示 这名59岁的女侍主昨天向警方报案实称 今年5月29号中午,借到一通自称是来自吉隆坡一家邮政公司的来店 指该公司收到一个邮寄给他的包裹 女侍主按照电话中的语音指示按下号码 并转接给一名自称是沙巴某警局的警察 对方指他在沙巴涉及毒品案件,要求他前往沙巴协助调查 女侍主否认涉及有关案件,但对方在半哄半骗下 要求他交出银行户头里的所有存款 以便警方及国家总监察师进行调查 并保证调查完毕及证明清白后就会把全部的钱还给他 女侍主在没有怀疑的情况下便答应对方的要求 从事发当天开始就陆陆续续汇款给对方 也就是从5月的29号到6月11号 共线上转账了16次给对方指定的银行户头 这些银行户头是属于庶民无异男子 媒体一名女三人上周日应要到一家私人医院接受定期健康检查 配合院方要求在入院检查前先接受冠病检测 女三人过后领取的冠病检测报告结果呈阴性 但女三人在检查自己的Mysgiatra状态时 经见自己在系统内的冠病风险状态由低风险的浅蓝色 转为第一组别确诊者的红色 莫名其妙被确诊 女四组事后也通知为她进行冠病检测的厌方工作人员 从中了解到 原来近期也有其他人面对同样的困扰 虽然检测呈阴性但Mysgiatra系统里却显示被确诊 这包括一些因工作关系必须接受冠病检测的航海员 和出门攻杠的商人 女四组担心此乌龙将导致她无法登机 以致函Mysgiatra系统要求更正 游历陶宛著名画家恩尼斯在古镜电信大厦旁边绘画的人员壁画 如今已被其他的壁画取代 而且新壁画相当的令人瞩目 恩尼斯是2014年4月17号绘画 人员与机工车及水管上的吊壁岩壁画 当时吸引了许多人围观 更成为了本地市民和游客打卡的新地点 可是这两幅壁画完成后 多次遭到不法之徒破坏 而当局为了保护这两幅壁画 特地在壁画旁安装了壁录电视 如今恩尼斯的壁画正式走路历史 并由超大型的孤镜字眼的气球文字壁画取代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